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97集 哈罗德帮助 让夏小兰陷入到了十分尴尬的局面 霍夫曼明显不信任她的实力 没有人信任她 就连她能获得GMP事务所实习的资格 也是通过CW建筑设计比赛 这个比赛却是威尔逊酒店出钱赞助的 细想一下 或许一开始就是在替夏小兰铺路呢 那夏小兰本人真的有实力吗 自从夏小兰有了独立办公桌 时间已经过去三天 她还是没能找到机会扭转不利局面 她再也不用加班了 打杂的工作都被马修抢了 项目那边她又不能插手 可不就能按时上下班吗 戴希一连三天都发现 夏小兰回家特别早 还觉得奇怪 夏小兰连解释都有气无力 别问了 算我倒霉 不过也正因为下班早 夏小兰正好接到了叶小琼打来的电话 喂 是我 叶小琼 叶小琼显然做了不少心理建设 夏小兰大喜 你总算联系我了 杜昭基把你调到别的部门去了吗 叶小琼不愿多说 生产现的事我很抱歉 我当时是着急想走捷径 事后冷静一想 我就不该去为难你 开口了 也办不到杜昭基的要求 最终仍然被调走 早知道就别说了 也就是最坏的结果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们都不要提 杜昭基把你调到什么部门去了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方便 你说吧 叶小琼没说工作的事 夏小兰寻思着 叶小琼能回过来这个电话 还是有一定自由权的 暂时的冷落 没有彻底被打到冷宫 我知道你很着急 因为我提到了你家返还的祖产 在谈话开始前 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结过一次婚 前夫叫袁翰 电话里 叶小琼的呼吸声加重 她的心情显然不平静 是 如果是急性子 大概会很生气地反问夏小兰 为什么要调查她的过去 但叶小琼本来就是个温和的人 也直觉夏小兰不是出于恶意 她才硬着头皮回答是 一提到过去的事 提到袁翰 叶小琼就恨之入骨 夏小兰也没有反复戳人伤疤的意思 确认了叶小琼的身份 那就有事说事 简单地将袁翰和周怡的事讲了 夏小兰说出自己的目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换了是我 绝对不会放任伤害过我的人 逍遥自在 如果你愿意帮忙拽她一把 我和周成也非常乐意帮你忙 电话一阵盲音 却是叶小琼那边忽然挂断 夏小兰叹气 她得给叶小琼一点接受的时间 姓袁的一家人渣真是作孽 周怡也是瞎了眼要看上袁翰 周大小姐不相中袁翰 袁翰又哪会那么决然地和叶小琼离婚 周怡现在倒是平安生下了女儿 叶小琼腹中的胎儿都有五个月了 却被淫产 要是夏小兰遇到这些事 肯定不会放过袁翰 同样不会让周怡好过 周怡自己是傻蛋 不知道袁翰为了她 踢掉了袁佩老婆 问题是叶小琼会不会信呢 夏小兰倒是信 因为周怡在和袁翰交往后 表现出来的智商在八十以下 远低于正常人的水平 虽然夏小兰觉得 这个婚早离比晚离好 是人渣就会暴露真面目 只看在什么事上暴露 但她不是叶小琼 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强迫叶小琼必须信任周怡 原谅周怡 只报复袁翰一个人吧 真是作孽 叶小琼受到的冲击很大 以至于她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手脚不听使唤的挂断了电话 电话既然挂了 她也没有打算马上回播 而是陷入了自己的回忆 她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时 感受到钳子伸进体内 将腹中成型的胎儿缴碎 再拽出去 撕裂般的疼痛 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 发现怀孕 生命在腹中孕育 能感觉到孩子在一天天长大 感觉到胎动 女人难以割舍孩子 就因为十月怀胎的孕育 孩子明明很健康 原家要骗她 孩子有问题 必须要迎产 打胎还在离婚之前 先说孩子有问题 骗她去迎产 她一边哭 一边抓住前婆婆的手 一向苛刻的婆婆 难得对她好生好气 还劝她说 把有问题的孩子打掉 以后还能生健康的 可她把孩子迎产后 得到的不是原家人的怜惜 而是离婚的噩耗 那时候 她甚至还没做完小月子 下半身恶路不断 走路都要攻着背 没法直起腰 叶小琼就一直不明白 春节时 袁翰从京城回家 明明还对她挺温柔 夫妻感情要是不好 她一个人去哪里怀孕 也就几个月时间 在她刚已满产 袁翰就提出了离婚 叶小琼当然不肯离 但等待她的 是袁家人变着花样的羞辱 袁大姐告诉她 孩子其实并没有问题 袁翰不想和她过了 看见她就恶心 更不想留下两人的孩子 会生孩子的女人多了去了 没有你也会有其他人 叶小琼当时没有心思琢磨 袁大姐的话 因为她在袁家快活不下去了 袁家人用言语羞辱她 也不给她饭吃 准备这样来逼她同意离婚 她甚至还幻想 一切都是婆婆和两个孤姐捣鬼 假意同意要离婚 袁翰很快就从京城赶回来 见了袁翰才得到证实 这就是袁翰的意思 叶小琼终于心死了 她提到返还的房产 却发现房子早已被过户给婆婆 袁家要将她扫地出门 叶小琼知道遇到了中山狼 和袁翰离婚后 她在当地也没有其他 可以投靠的亲友 只有街道办的一个大姐同情她 偷偷给她开了介绍信 叶小琼身无常物 揣着那张介绍信 跳上了火车 原来是这样 叶小琼抬头看着天 眼泪还是止不住往外有 原来是这样 袁翰被领导家的女儿看上了 所以急着撇开她这个爱眼的前妻 变心了就变心了 大不了两人离婚 为什么还要骗她先淫产掉孩子 是怕她以后抱着孩子去找麻烦吧 要当领导家的成龙快婿 自然要把她这个前妻处理干净 叶小琼双手握拳 指甲深深掐入掌心 欺我 辱我 骗我 真当我软弱愚蠢 不都反抗了 mo 哪一样 没有 瓶 他